好了 鄉親啊 這個鳥犬鴨仔的妹妹 摸過了 台北市東部屋開放給民眾 幫這個鴨仔妹妹來給名字 不像最初任務的名字 包括鵝鵝 湯鵝都有 說這對鳥犬 這模樣生作有夠工 實在人不出來 吃是桌桌 吃是妹妹 一千三百三十四公斤 身體總好看起來不錯 這車 二十四點鐘 都可以讓媽媽 圓圓作惠啊 圓圓雖然年紀稍微大了一些 不過她的技術更成熟 那她的心態也是很沉穩 所以這一點呢 照顧圓仔妹 應該就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假設當這麼生的鴨仔妹妹 這模樣還是有種不一樣 看得出來像是大嬤 像是一嬤嗎 倒邊是鴨仔 吃邊是鴨仔妹妹 她的身體比較結實 似乎百變的時候都在庭庭 她的妹妹身體比較軟 似乎百變的時候 頭和身體可以 僵僵僵僵一百八十多 但是妹妹到底是要叫什麼名字呢 那是不是叫做湯圓啊 等等這樣的名字 就粉圓啊 甚至連烏烏等等 像甜不辣等等 這些食品系的就優先冒出來 這些名字都很可愛 她的妹妹應該也會教她吧 你若受到也會可以去東部圈的鑽壓 帶鴨仔妹妹賠一個名字 啊 啊 那裡已經只剩下來了 她就放進來了 而且是女的 那個星期帳 好 楊